我们各自疗愈的方式不太相同 所以我没有跟先生谈很多关于小灯泡的事情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还蛮巧就是可能我们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其实他好像就会比较容易出现 或是比较容易想到他这样 比如说像我们参选前这件事情 其实刚好前几天的时候先生梦到 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我们真的应该要去做 那对那当然说就变成小灯泡那个生命就变得很有意义 对我觉得我们也有可能参选不单单只是为了国家 为了为了台湾为了小孩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点是自我疗愈或自我安慰的部分 就是觉得好像不想孩子白白的就结束他这么短的生命 能够有一些我们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可能也是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 邓御师我看你好像也哽咽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是以下在跟婉玉讲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一个做母亲的人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是如果能够我觉得婉玉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 这不是他个人跟他个人小孩的问题 就是说会想到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其实处在一种很不安全的状态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他 本身我很敬佩他的这种毅力 因为很多母亲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被这种怨打倒 然后不信任这个社会 然后甚至不愿意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能够把这个变成一个力量 我真的觉得非常敬佩 了不起